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 大革命 沒有下一個地點 我怎麼可能找得到啊 我就待在這邊吃炸飯 醉飯就好了 搞什麼 好可惡 你不在那裡 你怎麼沒有登和新地點的提示 跟我說老地方 我怎麼知道老地方在哪裡啊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老地方在哪裡啊 他其實是在暗八現場附近 別跑 坐在那裡 或是這會不會有的 這有血 然後呢 還有沒有下一個血 有 啊 打大了 哈哈 啊 那一定是你演窮學生的那一個啊 誰演窮學生 好像還沒跟我說 啊 這裡也死一個人 第二具屍體 對 欸 水腳在 椅子上的男性屍體 頭管 貝殼段 他口袋有一張名片 羅特蘭杜瑞 配角 他也死了 羅蘭特 羅蘭特是 嗯? 羅蘭特 覺得我看到這個名字啊 羅蘭特 羅蘭特是外婚夫 誰解決掉他們兩個 他說兩個 對說兩個麻煩都會幫他解決 兇器 剃刀 找到兇器了 融成一團的字條 我該怎麼辦 羅蘭特一直揍我 直到我招出巴托為止 現在他到咖啡店的優惠處 給巴托驚喜了 他還帶來一把剃刀 真是糟透了 欸 美女 那我們就相遇到 我可以 我沒想要 我現在還是要做 我去騙我 今天抓到一條第二天 我來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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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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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車裡還要寫的是什麼? 線索都查完了 所以這樣到底是誰? 咖啡店老闆一定不可能 可以看他只是一個老闆而已 應該跟案件無關 誰是演窮學生的? 請問我 我是演員Ficaron 愛人們從 Marseille到Ghent 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地圖 我們都很友善 雖然...Pascal可以跟Pactone的過程 但沒問題 你問什麼? 嗯... 這樣感覺 現在唯一跟 跟那個人有仇的就是 這是那個背教去演配角的啊 不然我選他囉 選他好了 好可憐 洛蘭是誰 哼...祝你好了 亂了欸 隨便指控 啊 可憐 怎麼會是另一個女子呢 好可惡 好可惡 這是我最尊重的職業 我等到Laurene殺了Barteau 然後我殺了Laurene 為什麼是他啊 看你喜歡 才二十塊 沒關係 因為他知道了這件事 就帶了一把道具剃刀 打算殺了Barteau 我是送來一張紙條給他哥哥 菲卡倫 到底哪裡有說他是他哥哥啊 他哥哥是要我自己推測是不是 啊我還沒看完 啊我還沒看完 不小心跳掉了 啊我還沒看完 不小心跳掉了 不小心跳掉了 好我們繼續看他怎麼解釋 真相真相 羅斯送了一張紙條給他哥哥菲卡倫 並將整個情況告訴了他 為了保護自己的妹妹菲卡倫 也送 也回送了一張紙條給羅斯 要他不要擔心 他利用重學生戲服 乔裝打扮 並前往巴托的 巴托在咖啡店優惠處 執行他的任務 羅蘭特在菲卡倫抵達時 早已割斷了巴托的喉管 而菲卡倫利用同一打踢道 再殺了羅蘭特 帕拉斯卡不喜歡巴托 但沒有證據顯示 他參與了這場犯罪 我會整個亂猜啊 我不覺得是他啊 可否 就ульт 喔 新的怎麼都比較難啊 錯的錯學嗎 在我们最后一区 我先船回去拿一下钱 然后还写最后一区 果然烧肉已经满了 在我们这区 首先大家先浮看咯 别跑 马上就抓到你了 我又有十万块了 怎么那么快啊 这样今天要是再捡到一个几万的任务的话 说不定结束前我们又可以换衣服了 太扯了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最后没有挡到 两下宝箱 就顺便拿一下好了 我都在这里有些印象 咦 我觉得他差不多该来找个商店 换一下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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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巴士底區塊 我都逃出來的時候沒有辦法俯瞰 我終於回來了 隔了好久喔 還記得裡面還有寶箱是我想要的 再逃跑 應該是這個寶箱吧 我沒有要進入窗子啊 我沒有要按L2捏 爬上去 不是吧 你就 那個洞不能爬嗎 真的不行耶 我不是要被撲到手裡面 手裡面也是沒有關係啦 可是 什麼上樓啊 這好像是我之前待的地方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地方可以上樓啊 一定有 這邊嗎 不行 情況一樣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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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上樓 我看到一個吊車 我們這邊飛上去嗎 可是也沒有路可以下去啊 我看到樓梯了 看到樓梯了 耶 為什麼我覺得我只是上到一個 還好還有再上去 只上到一個微妙的高度 上面反而沒有所謂了 下面的手味道也是拿來上面這麼悠閒 那時候的寶箱應該是這一個吧 那時候的寶箱應該是這個吧 跳不大 上面跳不大 哦 哦 找什麼 死掉的時候就是吃宵夜的時候 不會吧 我又會彈出來了 這是你的錯 在哭著罵人啊 沒有最後一隻 的機會 打開了 好 這裡真的切不住耶 我稍微繞了一下周邊 看有沒有更好的地方可以上去 你到底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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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超不定這裡可以上到比較高一點 都不用完全的 套過內部 還是要我們沒有差 上樓樓梯在... 附近吧 看起來不是上樓梯,但是有東西可以爬 好吧,沒什麼幫助 有,在這裡 有,在這裡 對啊 我那時候是從這裡出現 然後 是這樣走的嗎 這裡寶箱還真多 可以可以 我上來了 終於 不要亂跳 拜託 不要亂跳 不要亂跳 從這裡上去 寶箱還在這附近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 順手拿一下 沒看到啊 算了 我看囉 終於讓我上來了 終於讓我上來了 去吧 有心蕩 我心中都會跑 可以嗎 從哪一個任務開始呢? 從這個開始好了 再欣賞一次巴黎的美景 再次再次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 現行犯人都可以來服 那時候好像不一樣了 然後再折扣,然後折扣 是可以啊,這樣真的能阻止嗎? 造果巨重家阿堅發明家 最為人著稱的是他的 廢家羅三不學 他就受了一切所學 武器交易、外交談判、監工、判斷 努力買賣的文學 在早年時他還教 諾伊十五的女兒們音樂課 他也曾暗中幫助美國革命者的獨立行動 而他的戲劇 《瑞加羅的婚禮》在劇本裡 有著許多煽動人民封建制度的弊病 使得法國觀眾普遍不滿 然而大革命卻突然開爆發 突然爆發開 他被革命委員會控訴壟斷軍艦 並被關押在亞貝伊監獄 在1792年知名的九月大屠殺開始 爆發了前一晚 他獲釋了 也讓他幸免於難 就算是長官士兵也一樣 四殺誰也沒有辦法打 這裏可能要空中 我前入啦 在哪裡勒 看到了 他是紅色的 可是其他士兵是藍色的 有一點不合理 他們應該要互打才對阿 這種評論家最討厭 直接是刺殺了你 看得出來這篇是用你的名義刊登在報紙上的 那款項就付給你了 公共審查部辦公處 小豬火庫被加落婚禮 是保皇主義者的榮長論述 一家戲劇藝術家用一種不合理的態度相信 像柏馬社閣下在君主陣體 全盛時期撰寫的戲劇 在共和體制實行的今天 能有相當的娛樂性 看撰寫的戲劇 《費加落婚禮》讓十年前的怪族 有種被冒犯攻擊的感覺 但是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而且很快就會被人遺忘 我們的編劇難道就不能 編一些合乎新人則的劇情嗎 我們一定要看這個演員穿著誇張的戲服 又臭又長 而且劇中人還會搞不清楚狀況的戲滿嗎 不 聽我說 這真是讓 這真是 這真是夠了 火馬社閣下下 快回去想想的 而加入這場鬧劇的人 你們也該回去反省一下 我們家手手 身帶 吹頭髮 他今天 很晚才下班 所以 可能會有點吵 希望他趕快吹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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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在這邊暫停一下好了 坐回來一直找不到我的搖桿 他去廁所了 我不知道這樣還聽不聽得到就是了 找到目標 這感覺好像在室內 是不是 對在室內 如果要比較順利的話我覺得 從二樓進去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在室內拒絕對的婚姻 我們會在室內拒絕對的婚姻 我們會在室內拒絕對的婚姻 對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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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還想跟他拒絕對的婚姻 對那天拒絕對的婚姻 還要是要的婚姻 逃走 蜜蜜 藏在监督